Hello everyone! Good morning from Thailand! 我现在目前就在这个泰国比较南部的地方 叫做Kuahin 然后现在就是想要 搭他们这边一个非常便宜又很方便的交通 它叫做Songtel 就看起来有没有类似的 它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后面可以坐很多人 基本上就是你一上车 然后它就一直一直向前走 然后你去到你想要下车的地方 就直接下车就可以了 然后它没有错的话应该是省快钱 一趟 因为它很方便的 你只要上好那个车 然后它就一直走就走 然后你觉得你要下车的时候 你就直接下车就可以了 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呢 刚刚我是看到有很多梁经过 我应该不知道 有吗 现在很晒哦 现在很晒哦 ok 就是这一辆 所以就直接走上去就这样 很方便 所以它这样子做一趟是15块钱 这个就是当地非常非常方便 它觉得很便宜的交通 因为你不需要大德士啊 什么Grab 它比Grab还要便宜 所以你只要直接上车就好了 就这样子很爽啊 还可以一面那样吹风 还一面看风景 让你一个人旅游的时候 这种就是非常省钱的方法 这个就是它里面的车 可以做两排 然后当你要下车的时候 你就按这个 这边有一个零 按一下 你就可以下车 然后我现在去的是最后一个站 这边 很多酒店 看那些吃小吃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一站 所以直接在这边下车 所以直接在这边下车 非常感谢 ok 试着这么简单 哇 这真的是一点resort来的 整个就是很有泰式古典味 哈哈 它叫SUPATRA HUAHIN RESORT 然后旁边这边 应该是是等下 从这边坐回去了 现在我就是要往前走 一直直直走 大概一个 一公里左右 就有一个 当地很出名的海滩 去那边看下海滩可以做什么 其实来的泰国的好处就是 你不用怕饿到肚子 只要你身上有田 在这边 你随便走几步 就会看到7-11 它7-11真的是满天下的在这边 应该这边属于度假村这样的 所以可以看到整个很放松的感觉 旁边这边 几艘这些船 路上没有什么人 只有我一个游客 其他的游客跑进来了 每次一来到新的地方 是很兴奋的 因为你不知道会这样 会看到什么 然后你不知道这样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就是 一种很刺激的感觉 然后你又可以一直看到新的这些风景 我看到大陆上都没有什么人 所以我就转进来这边 应该是每个人直接从 诶 这边这只走就到海滩了 应该是每个人 就从海滩这边这样子 慢慢的走走弯弯的过去 没有人从里面的路 诶 刚刚路上是一个人都没有诶 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我现在选择走进来这边 应该会看到很多游客了吧 等一下 OK 现在到这个海滩这边 可以看到一些游客 一些旅客在这边 哇 那边上面有一座山 不知道可不可以爬上去 多数我是一些 欧洲人 还有白人在晒太阳 嗯 这边还有卖些吃的 然后旁边这边可以给你躺着晒太阳 嗯 这边还有一个 泰式按摩 就是 可以一面这边晒太阳一面按摩 也太安静了 我这边整个很平静 一种室外桃源的感觉 嗯 这边还有可以骑马 应该是 哇 这边还有一个告示牌 有位耶 Jellyfish 难道这个海那边有水母吗 所以可能有一些水母在那个海里面 所以他这样也小心 全部都是这些白人的晒太阳 没看到什么 亚洲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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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买一些冰淇淋的冰淇淋吗 是的,那是一位 可以坐在这里吗? 可能可以坐在这里 你需要食物吗? 我不需要 现在在这边休息一下,叫一杯饮料来喝 然后再看,在这边放松一下 刚刚从里面那边换出来 我觉得坐在这个位置比较容易看得到美景 你看,哇,现在一场非常漂亮的风景 所以现在就可以一面这样子躺着 一面喝着我的西瓜汁 刚刚从那个海滩那边走过来 然后现在肚子已经开始点饿了 现在就傍晚差不多五点多 然后刚好旁边这边就有个夜市 然后上网搜索了一下,这个还是蛮出名的 就,有卖很多很多当地的小吃还是美食 所以现在就准备走进去一面吃 哦,它这间叫做Tamarin Market Tamarin Festival Market 哇,它刚好在周末才有 就是拜五、拜六礼拜才会有 所以今天刚好是周末 所以非常的幸运的 可以进去里面吃一些好的料 MING PAO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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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不喜欢吃Squid,所以没有一边 它这边也是有卖这个 超大只的虾 看这边全部都是卖吃的 我觉得加起来差不多有一个40摊吧 30多40个摊位在里面卖吃的 也是卖水果 所以它这盘cheese fry是59块 这个照片看起来像是真的很好吃这样 我再来努力的把那个油甩掉 视觉效果 看起来是很脆的 我吃 哇,那个cheese很香 哦,还有多加一片 这种比较特别的cheese 哇,它用火弯子烤那个cheese 烧到旁边那个盒子了 嗯,吃这里 你可以放在这里 你可以放在这里 谢谢 嗯,这是什么呢? 哦,两个同样 是 ok 我觉得应该放一点 放一点番茄酱 就好了 ok,我要去找个位置 坐下来先 我就坐在这边 然后现在过去那边拿我的cheese ball 哦,它已经准备了 哦,它已经准备了吗? 哦,对 69块 69块 你还准备吗? 69块 我说,你还准备了50块 我给你120块 所以你给我50块 50块 对 我现在给了我一张50块 哦,没有啊 结果它到最后还是给了我两张20块跟10块 就是50块 我本来是要给你50块 要一张50块吧 比较方便 哇 非常的香耶 我准备来试吃了 先试吃这盘薯条先 哦 刚刚看它烤了个cheese 哇,就已经是扣水一直在吞了 哇,要拉了个丝 嗯 嗯 很好吃 它那个cheese 不会很重口味 就是这种比较 呃,刚刚好 很好吃 因为它的薯条哦 它应该是有蒜时间的 所以它的薯条是蒜 炸到刚刚好脆脆的哦 然后又配上那个cheese 那个cheese 它有两个cheese 一个是普通的 那个质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你刚刚看到的就是 用那个火枪去烤的 哇 第一次试 嗯 很好吃 它拉到一次这个cheese 给你们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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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cheese也不会难咬 因为有些cheese它太厚哦 你会咬到很辛苦 很腻 这个目前讲我还没有腻啊 嗯 嗯 嗯 现在试试另外一个 这个cheese ball 放一下 哇哦 旁边这边它还有salad 这个是它的salad 先试它的salad salad 就普通的那种 包菜 哈哈 我现在试试这个主角的 cheese ball 嗯 Let's try 嗯 嗯 它里面整个都是cheese来的 哇 我现在试试吃了两盘cheese的东西 他们用的cheese是不一样 应该是不一样牌子的 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种类的cheese 那味道也是不一样耶 刚刚那个薯条的cheese 它感觉到我不知道它有放好什么 吃酒啊 有点甜甜的感觉 这个cheese是比较咸的 它的外皮哦 超级脆啊 不知道它用什么粉 嗯 他们的共同点就是 入口即化 不会缠在你的嘴巴很久 那种咬不断啊 那种感觉 当你吃完这两样东西的时候 就是要喝水的时候 所以它这边吃了很多水档 很多 很多那种奶茶啊 还是 椰子 都是有 这两样比较起来哦 薯条是比较香的 最好吃 因为薯条本身真的好吃了 然后再配上它的cheese哦 直接 提升到另外一个level 然后这个吃应该是 不会吃 不会吃之前吃过的 比如说这种pattai啊 还是什么炒饭之类的 之前都吃过了 所以就不要再吃了 我们吃点不一样 薯条是因为 它看起来很好吃 所以我就叫我来吃 你看 它这边的价钱是有点偏高 那我现在觉得 我的那个cheese ball 要留着等下来吃 开始有点腻了 把它盖回去 把它盖回去 OK 然后现在是要准备去找 饮料喝 嗯 看到这间还蛮不错的 椰奶 是啊 coconut smoothie with milk 加以本来尝试 这边实在太多太多选择了 所以 会 有点选择困难 真的 不过椰子 应该是 降热 所以 最近天气很热 刚刚吃了那些cheese 弄薯条非常热气 所以现在就 加一杯 椰子水 来喝 可以喝一杯 coconut smoothie with milk 看来 它这个是冰塞的 OK 它现在搅这个 把这个椰子 野水 放进去 这个container 然后加了很多冰 然后加了很多冰 OK 50 right OK Thank you 喔齁 超级大杯 哇 整个那个椰子 还有 它放点奶 好像很香 很好喝 坐下这边 一面休息一面喝 整个环境又是还蛮悠闲的 然后后面这边有个apartment 应该是酒店来的 喜欢喝奶的人 一定很喜欢这一杯 没有看错的话 应该是它 它放的是那种 carnation milk 之类的 然后就 沉那个野水 然后融合起来 喔 完美 所以现在我要坐在这边 慢慢的喝 等一下再看一下肚子 还可以不可以装 装得下 要多一两样食物 不过现在暂时是装不下 我要休息一下 好冷 冰到我的脑 我一直在想 它那个香味是什么 对 就是它那个椰肉的香味 它那个椰子水是有椰肉的 然后它就放进去一起 拿来搅拌 然后整个 搅到碎碎了 然后这样子整个 椰肉和椰水 跟奶全部融合在一起 然后整个都很香 很香的椰肉的味道 哦 也是吃不到椰肉 因为它 它已经 嚼到已经是非常的碎了 所以它就是这样子一杯 超大杯 你看 那这边呢 很多 多数都是 外国人 本地的也是有 因为这整 整区都是 呃 比较多旅客 很多这种外国人 他们来这边 退休了 来这边居住 然后他们就有个伴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外国人 跟当地的这些 泰国女人 一起 在那边 吃吃喝喝 这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人 就是还好 因为它现在才差不多六点 可能等一下晚上 七八点的时候 就会 越来越多人了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 你买东西 就是比较方便 你买舒适 比较快 所以讲真的来泰国 因为这种旅游的地方 就是 多数都是外国人的 这边 当地人就是做生意的 要体验当地的文化 就要去到比较里面 比较上面的 比如说 北部的泰国那边 可能就可以体验到 比较当地文化的东西 这种南部啊 曼谷这种大城市 都是很旅客的 所以旅游区就是 会比较 有点闷 没什么新鲜的东西 来这边呢 我就是吃吃喝喝 吃吃喝喝 喜欢美食的人就喜欢来泰国 很多不一样的 当然马来西亚还是超多 马来西亚还是最好吃的 换过来 换个位置 诶这边 这边有歌厅 这边有歌厅 比较闷 有歌厅 有歌厅 刚刚在那边休息一下 诶就天黑了 然后现在我的肚子 又可以再继续装食物啦 哈喽 哈喽 非常可爱啊小弟弟 所以现在想找点比较像主食的东西 因为刚刚吃了的薯条 所以就是比较小吃的 我刚刚是说 七八点就已经爆满了 所以现在真的是爆满了 超多人现在 好可爱 可以有一个吗 呃 普通的 普通的 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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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还钱先 也是一样 五分钟 五分钟 好 要等个五分钟 我们过去看他两厨 这个是 Fried Muscle 这个棒类 我是没有吃这种海鲜的 不过 他闻起来就真的很香 然后就打算 试一下 他这个是有放假的 有放假的 应该是海鲜 对 海鲜的是一百块 然后那个 那个 炒棒 Pancake Fried Muscle Pancake 六十块 我要叫上面的这个 我就叫这个 我在旁边这边 其实我真的超级香 我这不知道好不好吃 因为我本身是没有吃这种海鲜类的 旁边他的助手 就会帮他准备一个小小盘的 我们那边有一个小碗 他准备好了 他就拿过来这边 直接倒下去 就可以开始煮哦 团队合作是很重要 旁边这边是卖这个 冰酥 超大个的 对我一个人是没办法试了 所以我就可以吃这种比较小小样了 这种比较小小样了 已经准备了 OK OK 哦,what is this? 哦,sugar 哦,sugar and chili 对,okok 干嘛放糖 我不知道 可能放糖就甜甜的比较好吃 就这边吧 现在马上就来试吃 他还有点辣椒 看呢 辣椒是一点 一点甜甜的那种 辣辣甜甜的辣椒 这边就是 这个什么 Fried 没什么名哦 Fried Muscle Pancake 看它里面有很多 很多料 还有鸡蛋 放超多的这个 豆芽 然后还有一些大虫啊 不是大虫 青虫 放点青虫 肥花不多说 马上就来试吃 有点像我们马来西亚的 那种豪煎 霞煎的 那个味道 还蛮像的 它根本就是一样的东西吧 可能是一样的东西 可是它这个有放很多豆芽 我看到了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棒 那个棒 没有什么味道呢 没有那种臭海鲜味 我再试多一次 就是 这个棒 配上那个鸡蛋 吃不到有那个海鲜的味道 可是它整体正好是很香 可是它这个豆芽放很多耶 太重豆芽味道了 不是很喜欢 不过除了豆芽之外 我现在吃下来的我觉得OK 很好吃 很香 它有点脆脆 这个也是那个棒 我来试 再试它一下 有点脆脆 有点脆脆 是吃这个棒 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 然后点在它的辣椒 看它好不好吃 点到辣椒够就是甜甜的感觉 所以大致上这个是好吃 但是 就算你不吃海鲜的人 你也是可以尝试的 我觉得 蛮不错 现在最后一口 全部都是豆芽 讚 OK 趁我的肚子 可以装得下 最后一样 我看这个 还蛮不错的 它整个很 很亮 会吸引到我的目光 这个是猪肉 35块一串 不好意思 可以吃一个吗 应该是有腌制好 我觉得应该是甜甜的 没有错的话 它的酱汁应该是甜的 不过我还不知道 等下试试了 它的家传秘方 的酱汁 就是 炖了过后 它就放在那边烤 它这边还有这个 酱汁应该是鸡肉 然后这个是 牛肉 还有猪肉 这个鸡肉的丸 然后没有错的话 应该又是要等5分钟 因为刚刚买的食物 其实我们是等5分钟嘛 然后 这个时候又是要找个位置 坐下来 看它整串 超大串的 然后这个是 番茄 然后这个第二个应该就是 青椒之类的 然后猪肉 洋葱 还有这个是黄梨 所以 是怎样 我先吃这个 番茄先 那番茄完全被那个青椒 那个汁 遮盖掉了 咬 吃下去是番茄 可是你咬下去的时候 我吃那个青椒 把我的汁喷出来 不用心 我吃这个 它的肉 果然是没有猜错 它就是有点 甜甜 甜甜这样子 它那个汁 它这个酱料 它这个猪肉 很好吃的 果然是它自己的 独创秘方 那个酱料就是不一样 就是非常的 有种甜甜 然后鲜鲜 这样 然后再配上它的那个 青椒 那些 有种 土耳其烧烤 这样子 我看到几乎我 在这边 吃东西的人 他都 都有买 这串东西来吃 黄梨 甜甜的也是 非常有黄梨味 好 ok 所以今天的 试试大会 就要的结束了 我现在的超级饱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so i will see you in the next adventure bye